今天晚上我們要談一個比較特殊的題目 談到我們基本上是關於我們去年的一場運動 事實上是一場是公園運動 但是在台灣大家比較少關注到 那等一下我們就前進來跟我們聊去年的這場運動 因為我們還有一位張鐵志先生還沒到 所以等他到了再介紹他 不過可能不少人認識他了 然後A的國門指導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獎勢 第一位是蘇嘉豪 他是積極參與這一次在我們的運動的朋友 他是在台灣念碼大學 然後回去現在讓我們當高中老師 然後已經參與了不少社會運動 也積極的參與正式活動 所以我們先掌聲歡迎他 第二位是賴雲亨 他是黑色老爺市民的行李陣線的發言人 所以大家看到兩位就是都是年輕人 然後很明顯都是在去年在各自的地方 黑老青在台灣在318的產品一百月運動裡面 然後扮演的蠻重要的角色 那嘉豪當然就是在澳門的那場上升裡面 也扮演蠻重要的角色 那之後呢 我們會先請嘉豪先介紹澳門的這次的方針 然後我們接下來 再請郁芬做一點回憶台灣的角度 然後之後再請張鐵志先生 那從因為他在台灣、香港、中國都有比較多的經驗跟觀察 然後我們真的請他做一些回憶 那我什麼時間交給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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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興就是我來錄著已經超過六十歲 然後終於有機會得到阿凱的協助 還有十六個星期五的各位的協助我 我來這邊分享到我們的事情 其實這個我都一直希望跟台灣的朋友 還有我自己在大概2009年過來台大正系讀書讀了四年 2013年回去 然後2014年就發生了澳門這場的運動 然後今天也 首先我想從最簡單的一些基本概念去出發去講 我想因為直接進去這個運動 大家可能聽的會比較施力 我也講的比較施力 因為我的中文我已經退過了 因為回去兩年 所以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 澳門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他就是當然 我們澳門最簡單的 跟其他外地的朋友解釋說 就是說在香港的旁邊 在香港的西邊 然後我們跟香港坐一個桌口的船就可以到了 然後澳門坐飛機到台灣大概只有一個半小時 這是一個非常接近的地方 一個寧靜的地方 但是大家不要說台灣的朋友 連香港的朋友對澳門的認識其實也不多 尤其是政治跟公民社會的發展 所以我想大家要自己轉移 就自己轉移 所以澳門大概就是一個 左上的圖 你看到最右邊的這個就是香港 然後紅色裡面的就是澳門 澳門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我跟台灣朋友 昨天跟台中的朋友分享的時候 就喜歡用幾個數字 來跟大家 分享澳門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31平方公里 它就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跟台灣人比較熟悉的概念 其實我查過台北市是271 然後基隆市132 然後它是31 然後在台北如果找一個區域 那跟澳門相比的話 就是土城區 一模一樣 31平方公里 但人口的下一頁 是61萬 我們剛剛看到 基隆市 基隆市132 它人口是37萬 但澳門 31平方公里 有61萬人 就是這麼一個很小 人很多 車很多 遊客很多 一個很緊的城市 它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一 這不是 不知道是開心還是怎麼樣 好 麻煩下一頁 422年就是 葡萄牙統治我們的時間 400多年的時間 好 10% 10%是一個什麼樣的數字呢 其實就是會有講葡萄牙語的 澳門人的人口 只佔了10% 大家可能非常的奇怪覺得 為什麼一個 葡萄牙殖民文 400多年 我們只有10%的人口會講葡萄 要文呢 所以你會嗎 我不會 除了髒話 對 通常學一個語言 最容易就是從這個開始 但是 因為 葡萄牙其實 有始至終沒有對澳門 實施很強烈的一個 殖民的教育 譬如說沒有強制我們澳門 一定要講葡萄牙文啊 不能說我們叫廣東話 不能說中文 所以 到目前為止 大概在澳門的 大概61萬人口裡面 有6%的人口 是土生的葡萄牙人 然後有10%的人會講葡萄牙語 好 麻煩下一位 然後1999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份呢 當然就是這個 叫回歸也好 叫做被搶回來也好 叫做回到祖國的懷抱也好 就是 澳門的統治權 回到 或者轉移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年份 所以 澳門跟香港是全世界 為二的特別行政區 跟中國大陸實施的是一個 一國兩制 兩制度 好 那我們下一張 好 35家 賭場 大家試想想在土城區 有35家的賭場 而且這個不是一個擺地攤的 而已哦 它是一個大型的豪華的 還有 有 會所的還有 泳池的 失戀的體育團 會展中心的 那一種 美國式豪華的賭場 有35家 對 好 我們下一張 好 3515 1 是澳門幣 然後換算成 台幣就是乘以4 左右了 所以 我們每年 這個是我們去年 澳門的 重賭場 稅收 就是賭場的收入 就是3515億 是澳門幣 是稅收的部分 對 並不是 賭場裡面的金流 對不對 對 這是 這個是毛收入 毛收入 35家的賭場 產生了這個 的收入 每年 然後我們澳門的法律規定 就是有35%的賭場的稅收 會直接撥進去政府 我們的澳門政府 有八成以上的收入來自賭場 所以這個也不知道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萬一賭場垮了 澳門政府垮了 澳門人垮了 全部都垮了 這就是我們 產業很單一的一個危機 好 麻煩 三千一百萬人 就是我們去年 來澳門觀光的遊客人數 三千一百萬 我們在市場上 土球區 每年有三千一百萬人 是 我們叫做每次每次這樣 三千一百萬 裡面大概有六成以上是中國大陸的遊客 然後其他 大概 總共有九成 總共九成是來自中國大陸 香港或者台灣 所以我們國際的遊客的來源只有10% 我們號稱是世界 旅遊 都市 但是我們國際的遊客只有10% 其他就是大中華地區的遊客 好 第四位 剛剛有朋友已經提過 我們的GDP全世界第四 我們的GDP是9萬多美金 馬英九可能的被子也達到了一個數字 我們就因為一個制度 我們剛剛可以解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就賭 你跟馬英九說 只要台灣全部開股 就可以有這樣的數字 這是台灣人願意嗎 顯然我不知道 大家可能心中有一個答案 好 下一張 九千 我們有賭 我們稅收很多 當然政府就需要分配一些財富 然後我們從2008年開始 每年澳門政府都會直接發現金給澳門的人 然後從2008年是發五千塊澳門幣 到去年 今年是九千塊 但是我們澳門的普通市民 從這個賭藏的收入得到的 就只有九千塊澳門幣 所以這個數字看起來 情侶是三萬六星台幣 這個數字如果在台灣人心目中 可能在香港的心目中也是非常羨慕 非常的羨慕那個數字 但是我們失去可能更多 因為我們這個數字可能在澳門 只能租房子一個月 一個月 或者一個半月 這樣子 好 好 我們下一張 好 剛用幾個數字來概括了澳門一些的 基本的概念 我想 接下來 我也想分享 我從 在台大政治系四年的時間 其實我的感覺就是 澳門人其實比香港人 或者台灣人知道 看到的事情會更多 這不是自我感覺良好 其實我們可以說在社會水 有個很有趣的一個概念 就是雙重視野 譬如說在美國一個黑人的庸人 在白人的家庭裡面打工 他的視野有兩種 他知道黑人的生活是怎樣 也知道白人家庭的生活是怎樣 然後我們澳門呢 我們當然也知道香港的事情 因為我們每天很多時間都看香港電視 香港新聞 香港電影 聽香港的歌 然後 我們也知道台灣的 透過互聯網 新媒體 也知道台灣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只是雙重視野 我們是三重視野 但是可能越強勢的 你身處一個強勢的位置 其實 有時候你看到的事情 可能會比較顯 這是我 作為一個在台灣讀書的澳門學生 一個非常深刻的感受 接下來其實我們 剛剛有我的台大的同學 以前同學好同學 他幫我發了一個文章 其實就是 我在去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我在澳門 其實不只要是遺憾還是失望 我回去之後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然我應該會 也會 關我參與 這個是我去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在澳門寫的兩個文章 是上下兩個文章 就是在台澳生的公民客 其實這個可能需要觀眾看一下 裡面的一些 主要呈現是澳門跟台灣 有很大的淵源 很多人不知道 以前台灣人去澳門 台灣人去大陸 沒有所謂的山空啊 什麼的直接航班的時候 通常是在澳門轉機 所以我在台大的時候 很多朋友 我跟他分享的時候 你有去過澳門嗎 他說有啊 在機場的季區 然後我就轉機到上海 轉機到北京 然後他在澳門的淵源就是轉機 這是以前台灣跟澳門的淵源 然後第二個淵源就是 我在文章裡面提到澳門 然後在90年代 因為在葡萄牙統治的時候 剛剛也說過其實 葡萄牙也沒有很管我們 基本上就是由本地的一些 清北京的左派社團 來管澳門的事 所以基本上 那時候經濟是很差的 然後治安也很差 因為補償 黑社會 那時候我記得 99年 轉移主權之前 其實有很多黑道的 砍殺啊 汽車炸爆炸啊 還有一些 很多很嚴重的罪案發生 所以那時候很多澳門人 都不太希望在澳門打工 所以他們最大的一個目的地 就是台灣 90年代大概有2萬以上的澳門 叫做澳勞 澳門的勞工過來台灣打工 大概就是有 主要就是說工地和建築的工作 就是比較基層的一些工作 因為那時候台灣的薪水 是澳門的兩倍 如果窮是這個工地的工作 所以 一個淵源 第二個淵源就是這個 很多的澳勞到台灣打工 然後這個打工潮 到底什麼時候結束了 就是2002年 澳門的賭場開放 就不只我們一個叫賭王的 叫胡同森先生 他經營賭場 美國的威里斯人金沙集團 永利集團 全部的 最有名的澳門 美國的賭場 都進駐了澳門 所以那時候 在台灣打工了 就回流 因為那時候 在澳門 只是個發牌 發牌 他每個月也有 1萬5 1萬6 澳門幣 不成是5 6萬台幣發牌 所以大家 中學不練 直接我 我身邊的同學 都直接 就 跑進去發牌 所以那時候 就那個 在台灣的打工潮 結束 第三個淵源 也是最後一個淵源 也是最大的淵源 我也是身處其中 就是澳門的 學生 留學生 曾經在我讀書的 大概幾年 澳門學生 是台灣 外來學生裡面 來源的最多的一個地方 澳門 現在目前 保守估計 在台灣 讀書的一些 澳門學生 包括大學部 還有碩士博士 大概超過五千年 所以每年 大概有一千多個 澳門學生 來台灣 就學 原因當然就是澳門本地的 大學水平不高 然後台灣的比較多元 然後生活比較接近 然後消費比較便宜 所以有時候 開玩笑說 在澳門賺錢 在台灣花錢 是非常的公算 這是澳門的 一個現況 所以 澳門跟台灣 很多的淵源 尤其是 譬如說台灣的朋友 我想請問在座 有哪一位 曾經到過澳門 你舉一下手 對 好 現在澳門 台灣人去澳門 不用簽證 這是應該大家也知道 到香港要簽證 要趕簽 所以如果 到澳門去就是免簽證 這也是一個 很有趣的淵源 兩特別行政區 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好 講那麼多 我用很短的時間 講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澳門 在1966年 在PowerPoint上面看到的 這個報紙 就是反對 湖地戰澳門的血腥 醉性 其實這件事情 發生在六年代 那時候 全世界反殖的風潮 非常的強烈 1966年 可能 在座有一些 認識香港的 朋友 知道 1967年 在香港發生了 一個六七暴動 香港人 反對英國殖民同志 結果 北京 新北京的左派 是失敗的 結果 英國在香港 加強了很多民主啊 法制啊 公務員的連結程度 一些施政 但是在澳門 1966年 很多人不知道 發生了一件大事 葡萄牙人的統治 快要結束 大概剩33年的時間 九九年 那時候澳門人就反抗 但是每一次 歷史大事 都是由小事開始 就是有一個葡萄牙人 打傷了兩個 澳門的華人 這個非常熟悉的情節 又出現在澳門 結果澳門很小 31公里的地方 很快 澳門就聚集在我們市中心抗議 好 麻煩下一張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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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放漏了 那幾樣照片 其實那幾樣照片就是說 澳門人那時候很憤怒 破壞葡萄牙的政府的機關 還有破壞葡萄牙的一些紀念石像 那些 然後把市中心的那個 下也給拉下來 結果 澳門人勝利 但這個勝利其實 背後 我說北京 中國共產黨的勢力 身影其實沒有消失過 那時候其實 最經典的螢幕就是 那時候 中國共產黨跟葡萄牙說 如果你再亂來的話 我們在廣州的軍隊兩個小時 就抵達諸海 然後就到澳門 你們就看了 葡萄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 我說幾百年前 但是幾十年前的葡萄牙是一個非常弱的國家 結果 詳細我想再花一個晚上 才能講完 結果就是葡萄牙簽名道歉 裂牙 然後那時候 代表澳門的華人的代表 就是現在我們的幾個特首 的父親 還有叔叔 他們上一代 所以那時候 1966到1999 33年期間 澳門就是 被 本地的 左派 親北京社團 接管 所有衣食住行 全部都是由他們包辦 包括開老人院 脫了手 學校 市場 總之全部都是由那些包辦 所以那時候澳門就等到一個非常 我們要怎麼形容的名字 我們要怎麼形容的名字 就是半個解放區 大家知道解放區就是共產黨崩下的就是解放區 澳門就是半個解放區 因為它有普達統治之名 然後實際上有左派統治的地方 直到1999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澳門政治史上非常關鍵的一刻 因為從1966年開始之後 澳門的政治風氣變得保守 整個社會講求就是一種妥協 協商 有什麼事情 台面 台底下 好好商量 再放到桌面上 所以澳門就是一個這樣的政治風氣 所以有人問香港在反中 台灣也在反中 可能有些年輕的世代 澳門有沒有反中 沒有 原因就是這個歷史的背景 你們從幾十年前已經 上一輩 這一輩 下一代 都習慣了這一種 所謂代國的一種生活 他們注意愛 他們 他們注意愛 我這個 作為他們的 謀取政治利益的一個最大的旗號 這樣 好 然後 有人問 在一個政治風氣那麼保守的地方 為什麼 會有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的反對運動 當然1989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點 這一張 不好意思 對 來上一張 不好意思 對 嗯 在1989年 當然六四世界大家非常的熟悉 在全世界環的城市都有很多 聲韻的行動 澳門沒有意外 那時候其實大概有一次大遊行 包括這個在我們地標大三八排房之前 有一個非常大的集會 有幾萬人 有最高峰遊行有十萬人 那時候澳門人口只有四五十萬 所以那時候澳門就宣起了一個非常大的愛國民主的浪潮 這個浪潮 其實某程度鬆動了從66年以來那種保守的政治風氣 但是那時候澳門人也是希望中國民主 中國有民主 澳門有民主 這樣的一個大中華的民主的思想 那時候1989年鬆動了 好 那時候也催生了一些叫做民主派的政治團體 從89年開始 很多一些叫做知識分子的前輩 他們也出來成立很多的政治團體 當然這個是其中一個 政治團體就是叫新澳門學生 在1992年成立 他目前為止在澳門的立法議會裡面 叫民主派的議員 其實就剩這個團體的一兩個而已 所以商品 如果大家有研究香港或者關心香港的政治 就是很常聽到泛民主派 對不對 泛民 很多的這個民主派的政黨主權 但澳門其實幾乎是沒有泛民 就一個民主派 就一兩個人 一兩席 然後澳門的立法會有三十三席 我們就有一兩三席左右 所以這個是我們 雖然聽起來很悲觀 我們的力量很弱 但是至少在這個歷史背景底下 我們把武留了一點的火種 就在發展民運以後 好 下一題 好 那我們的政權制度 跟香港其實也大同相異 當然香港退步落後很多 在我們的特首選舉 四百人有資格投票 當然提名 當然也是這四百人提名 這是二零一四年去年特首選舉的投票結果 我們的特首崔斯安高票當選 得到三百八十票 九十五 他高票當選 這四個字是當時那個我們澳門報紙號外的大字標題 裡面大概有四百人投票 三百九十六位投票 十三票 英百 然後其他三個發展都支持 好 這是我們澳門特首選舉的 政治制度的情況 好 下一張 好 立法機關當然是監督行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機關 但是我們立法權已經平權失亡 基本上在我們的三個組成部分 其實跟台灣很久很久以前也是非常的類似 我們有自選 但是人民投票選出 還有揭選 就像職業團體 台灣一些的職業團體 香港現在的功能組別 分很多什麼商界 勞工界 壞機械什麼的 然後另外很荒謬 我個人覺得七起是特首一人委任 你想一想 四百人選出來的特首委任七個人在立法會結婚自己 這是澳門政治的倫理 是按照基本法所規定的這樣的一個結構 所以 我們行政跟立法都沒有很大的權力 去為市民負責 這是我們現在的訴求 當然跟香港 我剛剛說大法效益 特首應該開放提評投票 立法會應該全部由市民選出來 這個是我們目前的數學 好 好 應該給我下來 好 呃 剛剛 呃 我花一點時間 我覺得是值得 因為很多概念是需要離親 我們才能很簡單的講一下 去年五月發生了 這個反禮堡的運動 呃 呃 我用很簡單的語言就是說 呃 去年三月 太陽花學運 呃 九月二十八 呃 香港的語長革命 之間 其實澳門就發生了一個 呃 似乎在澳外地的朋友 沒有知道的一個事件 那是反禮堡事件 呃 我想接下來 有 有一段很簡單 三分鐘的一個 呃 短片 來 介紹一下這個禮堡法案 其實它主要有兩個正義點 它其實 呃 完全不複雜 做兩個正義點 一個是高額的 補強金 特首 跟主要官員 離任中 非常高額的 不用做每個月 拿到圓月薪的七成的 的 的收入 大概是 大概是十八萬九 澳門幣 十八萬九 現在澳門特首是二十六萬 澳門幣 每個月 他拿七成 然後第二個 我覺得更大聲一點 剛剛等一下會提到 是 刑事破免權 行政長官在一任期間 任何對他的調查 修正 一個取證的程序 完全不能提起 直到他卸任為止 所以貪污 如果他貪污的話 當場抓到 不能提起 因為我是客手 兩個正義點 我們也不可以 看一下三個 就是香港電台 我們澳門幾乎沒有 但是他做這樣的專題 靠香港電台 反對 後任 建任及離任 行政長 觀禁主要官員的 保障制度法案 續斥彌補法案 創了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以來 面對的最大型示威抗議 雖然政府馬上召開緊急行政會議 而長日又有七千人包圍立法會 而我們特首的公開建議立法會 終止討論及表達程序 但是特首依然拒絕千補法案 離那塊慣受爭議的地方 主要有名當 第一 法案建議向離任特首主要官員 支付高額重複性的補貼 例如特首離任之後 可以終身收取元月薪七成的離任員補貼 直至到他從事私人的業務為止 而主要官員在離任之後的過冷學期間 每月可以收取元月薪三成的 禁止工作補償 政府提出的理由是 要用重策才能吸引到精英 擔任主要官員為澳門服務 澳門居民不滿的是 雖然澳門每年庫房水浸 但是那些精英官員 一直都沒有公平地分開公共資源 例如遲遲不投入足夠的資源 興建社會房屋、經濟房屋 解決居民的全屋問題 而另一變相 自稱精英的官員 又在此打公帑主義 保障自己離任之後 即使不用工作 都有豐厚穩定的收入 第二,法案建議刑事程序不適用於在任特首 即是說 特首引來不會成為嚴犯、被告 如果在任特首涉嫌觸犯刑事罪行 任何的調查工作都不可以展開 直至到他卸任 解決特首被發現 涉嫌他股 澳門的執法部門 不可以即時向司法機關申請調查 凍結銀行將來 再者 只要澳門的特首在卸任之前 逃離澳門 銀行追究行事責任 將會難上交難 澳門居民不會不相信 回歸之後 自有歐雲龍一個高層官員探戶 擔心如果特首入內享有刑事豁免權 等於為可能虧貪的特首 加裝最後一層保護網 趨勢安在參選的時候 曾經承諾建立陽光政府 但是由小圈子選舉所產生的特首 無論參選承諾怎樣彈票 都無所謂的全民負責 趨勢安上任以來 政府的制度大體無面 黑相罪的個案有真無假 加上彌補法網建議的種族特權 令到特區政府頭上的烏雲更加密佈 陽光更難穿透 特首要由平等和普及的方式 提名和選舉產生 應該是港澳兩地居民共同爭取的目標 我想用三分鐘 這位周庭熙是我們另外一位奧文良心的成員 我想用他三分鐘講的比我慢慢去解釋會清楚得多 因為這主要兩個爭議點 剛剛所說的 他推出這個法案的時機是2014年 2014年除了五月份這個法理保之後 八月份就是特首的選舉 十二月就是我們回歸那天就是換屆 新政府換屆 所以剛剛那位很胖的我們的特首崔斯安 他要尋仇連任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把握這個時機說 如果你不把這個法案撤回 我們就在這個體制外把你撤換 雖然坦白說我們沒辦法撤換把它撤換 至少在這個投票的或者選舉的期間 發出一些騷動或者一些召意 讓你連任的沒有那麼順利 其實那時候只是一個這樣的時機 而且在換屆之後 有超過十個主要官員有九個都換了 所以我們回頭看 為什麼他們要立這個法 當然就是為了那些離任 快要離任的官員 他們的退休的生活 好 好 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稍微查了一下 剛剛最有爭議的第二點 就是那個 豁免權的部分 他說 他的條文是第一個 特首在任期內香港完全的刑事豁免權 這是法案第四條 接下來是第二款 說犯罪的特首 一旦獲得刑事豁免權 有關刑事程序的時效 隨時終止 為什麼 那就是獲得刑事豁免權之後 也完全都不能 其實就結束了 就不可能再有任何追究 因為通常我們撤毀整個 整部的法案 它就是完全撤毀 所有條文都撤毀 不會存在 就是一個款撤毀 另外一個款還存在 但是其實 那個刑事豁免權最大的問題就是 譬如說 在任的特首 只要他一天是特首 譬如說已經被發現 他的銀行突然有很多的不明來歷資金 但是因為有這樣的 如果這個法律通過 有這個法律的保障 他所有的司法機關 刑事機關 不能夠對他做什麼調查 甚至是凍結他銀行的一些資金 而且 剛剛 周庭基基在片段裡面講過 就是說 如果他在卸任之前 逃離澳門 要追究 就南上加南 為什麼 因為澳門 法律是非常落後 制度非常落後 我們澳門跟香港 澳門跟台灣 澳門跟中國大陸 沒有簽署司法的 罪犯的轉移 這個還在談 所以有些 譬如說香港最近有兩個商人 他們在澳門賄賂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歐文龍 是我們一個巨攤 澳門巨攤 台大的水災 嗯 機械型 幸好我們聽不聽 嗯 他就是 涉及兩個商人 他們只要一輩子 沒有他進澳門 澳門 他可以不用做了 雖然他已經判五年 這是澳門現在的情況 我們現在研究有研究 政府說研究有研究 簽訂這個協議 好 嗯 剛剛所說到 其實 簡單來說 為什麼有 反彌保事件 剛剛所說 66年開始澳門是很保守的 風氣 儘管 八九民運以後 一些 一點點的活種留下來 但為什麼 還會激發 兩萬人的上街 剛剛知道 六十一萬人口裡面 兩萬人 大概就是三十人 裡面就有一個人上街 所以基本上這件事情 我想在澳門 無論你多麼的政治能感 完全不看新聞 應該也略之一二 這是澳門的情況 但是 我想分兩個部分 一個很簡單的 禁音 當然就是這個法律的離譜 離譜了 我們很多人說 離譜 它叫離職補償 法案的離譜 很離譜 所以我們叫做離譜法 很離譜 所以要不要把它撤回 這是禁音 但是原因 當然就是說 從九九年以後 澳門政府沒辦法 解決澳門市民社會的問題 包括房屋 包括我們交通 包括我們醫療 教育社會服務 全部都是 因為剛剛說 制度的落後 澳門政府 會花錢 花錢在市民身上 重點就是說 我記得這本書 直入心 行燒一下 就是說 在裡面 大概 這個其實就是他們運動完之後 今年一周年出的書 就像我們在台灣 在台灣318之後 我們也出了很多書了 那這一本裡面有非常多 從當時到 我不知道一直到什麼時候 但是在當時很多的文字上的 討論證面紀錄的內容都在這裡面 對 這本書就是 我很羨慕 香港 太陽 這個女產革命 台灣的太陽花選手 很多的著作 但澳門法理寶 就只有一本 就是這麼一本 等一下可能有機會分享 為什麼這麼一本 但是裡面其實有一個非常好的 香港的一位作者 就是 念禎 他寫得非常好 他引用了 這個叫做 迪托克維爾 迪托克維爾 對 對 他寫的就是 舊政權於法國大人民 裡面 我真的很驚訝 為什麼能把法國大的人民 跟法國大人民 把連結在一起 所以 念先生 你覺得是非常厲害 他說人民在漫長的歲月裡 默默忍受不公正的待遇 一旦意識到情況應該改善 而且有可能改善的時候 便是一個壓迫成性的壞政府 最危險的關頭 他說就是說 澳門以前 整個社會 基本上都很差 整個風氣很差 大家反而沒有覺得 我們應該生活得到改善 所以大家都會習慣 在一個很差 很不好的風氣底下生活 但是澳門剛剛所說 2002年開始開放這個賭場的經營之後 我們稅收不斷的增加 不斷的創新高 我們從以前叫做東方的蒙迪卡羅 然後叫做東方的拉斯維加斯 然後現在我跟朋友開玩笑 拉斯維加斯是西方的澳門 因為澳門的收入已經超過拉斯維加斯七倍 這是幾年前的數字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 那麼豐厚的一個經濟收入底下 為什麼澳門市民生活沒有被改善呢 我們財富分配 為什麼只有分配到九千塊而已呢 我們其他的錢去哪裡了 這是澳門人最關注的地方 所以念先生所說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說在大家覺得應該改善的時候沒有被改善 所有一點點靈感的問題都可以成為問題 可能你把法案在葡萄塔統治時候出來的話 澳門市民會沒有反應 但在這個澳門政府底下 經濟那麼好 再出台大家覺得心裡非常不可以做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叫做原因 另外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澳門是一個很講求這個和諧 什麼事情都要講求和諧 抗議不要了 來開舞會商量一下 商量完 你可能覺得很有抗議 就是這樣一個很喜歡 乖請人來講話的一個社會 但是就是因為這個風氣 讓政府或者他們的政商集團 充分了他們的頭腦 他們覺得澳門人為所 可以在澳門為所欲為 澳門市民不會有什麼反抗 因為大家也習慣了 就在這樣的一個風氣 這樣的一個頭腦的充分底下 他們覺得我推出什麼樣的法案 都可以通過 所以25號那天大遊行之後 其實很多聲音從本地的 尤其是從特別講中聯辦 港澳辦 就是中國國務院下面的港澳辦 他們連夜在25號晚上 也招了一些澳門官員跟學者 去瞭解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澳門不是最安全的嗎 習近平應該做夢裡面想到 西藏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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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台灣都不乖 最乖的那個孩子 為什麼都會做法 造法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這個是他們 長期在一個沒有被監督的 環境底下 容易放鬆 一直覺得 事務感覺非常良好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原因 最後最後 昨天在台中分享的時候 有一位應該是台中的朋友 為什麼會非常讓我意外 一個很深入的性的問題 就是法理寶之後 和澳門有沒有改變 我刻意不提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沒有人提到 我不敢觸碰 因為我沒有這個能力 信心用三言兩語 可以解釋這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可以用很簡單說 法理寶之後 有很大的運動的傷害 運動的傷害 大概過了十四個月 從去年五個月 過了十四個月 比如說澳門這個 公民覺醒 終於 沉睡了那麼多年 終於覺醒了 但其實我作為其中一個主持者 我可以非常坦白 坦誠地跟大家承認 澳門 似乎沒有覺醒 沒有覺醒 在澳門有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一個朋友 很好的一個疑慮就是 澳門的公民覺醒 其實只是一個澳門公民的 呃 你們叫做 晚上爬起來去 尿一尿那種 你們叫做什麼 你們叫做 澳門 摩耶 摩耶 對對對 就是 晚上爬起來 忍不住啦 跑到廁所去 上廁所 尿完 回到 繼續蓋起臉 被子 繼續睡 去免這個 我覺得這個理由非常好 但為什麼會發生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呃 結果呢 呃 其實在澳門 我們 反禮堡之後 我們受到的打壓 是比之前更多 譬如說 以前 澳門沒有反示威 大家知道這個概念 反示威 就是 人家出來 示威 反對你示威的訴求 譬如說 你們台灣人 很多人都台北城市 那裡有些 是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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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頭啦 一定是 香港也是 愛港力啊 什麼 關愛香港啊 然後澳門也有一些什麼 真愛澳門啊 中澳門良心啊 還有一些什麼 同鄉會 江門同鄉會 他們出來 呃 支持政府 反對你的訴求 這個第一 從法理毛主 呃 法理毛主後出現的情況 第二個就是 他們政府對我們 這些 所謂 搞事分子 的監控 也越來越 明目張膽 呃 呃 這個體現在最近一個 很有名的世界 我們 在座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在 呃 維基潛密 呃 公布一萬 一百萬筆的 電子郵件 裡面有一個 叫義大利的 Hacking Tube 的一個公司 他向全球 極權國家政府 還有一些的 警察機關 連政機關 發送一些 非法黑 駭客的一個 監控的軟件 然後我們發現 我們也 當然也查了 一定有 一百九十比四 我們按我們的 十把警察機關 跟他們買 然後他們 談論的 地步已經到了什麼 問價 然後問有沒有折扣 然後問可不可以 百分百 沒有辦法 被法追蹤 然後他們還約了 在一些很漂亮的 一些 飯店 會合 然後 送他回警察局那邊 測試 這是現實 台灣 也有在裡面 行事局 跟Hacking TV有聯繫 但他們 行事局我覺得他回答也不錯 我覺得 他說 我們的確有問 有了解 這個高科技的監控系統 但是 我們發現 原來這個系統 不符合民主 反制國家的 司法的原則 所以我們就只是問 而已 沒有下一步的行動 但是我們的 警察機關 跟我們的 叫做連政公署 已經到達一個 應該我覺得 安裝 使用的地步 生意做完 這樣 生意做完 還為你們折口 所以 類似這樣的事情 對於我們組織者 因為澳門是非常的小 幾乎你要監控是非常容易的 電話 所有的 平常的手段 他們也 也用盡 另外一個就是 澳門政府在 這個事件時候 其實也學乖 很多惡法 或者一些 很 很爛的一些政策 他們會包裝 成一個非常好的 政策 出來 比如說我們澳門人說 我們沒有房子住 然後他們就在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景觀底下 希望 蓋很多的高樓 就擋住了整個 因為澳門有一個叫做 世界文化 文化影響的 滅入聯合國的 世界文化影響的景觀 他們在景觀下面 規劃 蓋很多的高樓 我們的 那個山只有六十幾米 它就蓋超過一百米的高樓 規劃 然後我們反對的時候 他們說 欸 你們不是說 要房子嗎 現在蓋了 你們又反對 你們未反對 而房子 類似這樣的 他學乖了 另外就是一個 假開明 假民族 其實我記得有一個書叫 補財者的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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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裡面提到很多澳門人都 都很熟悉的 的情況 畫面也突顯 假開放 師長啊 特首啊 會在網路上面 跟青年人呢 對話 交談啊 解答你的問題 直接的對話 然後這些問題都預先準了 然後第二 就是假的民主 當然弄假的民主程度沒有到香港那種 因為香港的反對力量相對比較大 所以逼到 北京政府也要提出一個假民主的方案 希望能通過 但澳門沒有到推出一個政改方案 因為我的意料比較小 他推出什麼 一直諮詢 就是每個政策的諮詢 你要我跟市民接觸嗎 好 每個政策都跟你 兩個月 公開諮詢 然後一直問 就把他的政策拖延 把他政策拖延 然後表面說 欸我很民主啊 我每件事都問過人民 你不要說 反彌保 欸彌保 我有問 好我每件事都問 原本一些很簡單 譬如說我們澳門沒有性騷擾的罪 沒有 非禮 大家知道是那種 沒有 澳門沒有 然後 原來性騷擾的罪 非禮的罪也要是 問大家怎麼立法去禁止 防止這個性騷擾 就類似這樣的 用假的開放假的民主去包裝 然後拖延一些有利社會的一些法案 另外一個就是滲透 民主派 對民主派的滲透 這個是非常普遍的情況 所以說 面對這麼多的不同的打壓壓制 所以我們在澳門 幾乎從事這樣的社會運動 或者公民運動的人 非常少 我們可以 簡單說 就是說其實在澳門 如果做NGO 或者做公民團體的 幾乎是沒辦法養活自己 在香港勉強應該可以 至少沒有餓死自己 在台灣可能很多 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至少不會死 我說那種 生存的 那種 那種 那澳門 幾乎如果你不是做一些 親政府的NGO 幾乎就沒辦法 靠這個當職業去養活自己 所以我自己也 本身的正職在學校 教書 最新也出來了 我希望看其他的行業 有沒有更好 你是怎樣 工、工育科 國中跟高中 國中跟高中 中學工育科 我們有同學可以跟你交流一下 就不斷地洗腦幫學生 因為他們實在從小學開始都被洗腦 可是我的個人自我感覺 都撥亂反正 把學生被洗腦的頭腦洗過來 教育就洗腦了 看你洗好還洗壞 所以我當這樣的 比如說我們在澳門陽青 或者我們在民主派團體裡面工作 都是自管 所以在剛剛所說種種的因素底下 我剛過去的14個月 沒辦法把法理保的運動延續下來 這是我覺得非常遺憾的其中一部分 但是我們未來其實一直做的 就是把很多社會問題連結 跟什麼連結呢 就是民主的制度連結 我們就跟大家說 為什麼政府沒有借很多公共的防衛給市民住 因為它借了公共防衛 我們就會損害了商人 地產商的利益 然後很多不同的話題都把它連結起來 這是我一直要做的事情 我想我大概分享 謝謝 好 謝謝大家好 非常 所以雖然說講了一段時間 但是其實剛剛說了非常多的東西 包含澳門的正式歷史的概況的介紹 其實是非常多的 接下來我想請裕芬 從先前參與過成立法的經驗到先 因為剛剛佳豪其實已經提到幾個 包含對運動之後的反思 運動之後遇到的政府的進化的手段 那其實我覺得反過來其實 NGO或者是公民其實也在尋求進化 那這可能也是今天大家可以多了解的地方 我想請裕芬 好 那就交給裕芬 請裕芬 大家好 那我自己想到的是說 其實在台灣其實所謂的社會運動 這麼受到媒體的關注 或是說這麼受到民眾的認同 其實真的是在去年之後才有這樣的狀況 在去年之前所謂的社會運動 所謂的公民運動 所謂的抗疫其實都是被高度明化的行動 然後或者是說像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第三系列的絕情 可能像最近有時代力量 或是民黨 然後也有遇黨 那遇黨是本身在台灣就關於很多年 可是他在去年總和一的時候 就是他拿到其次比例 往後還要我再會一起 對 那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說 台灣比起澳門比起香港 好像就是 不只是只是大家好分享 我之前跟一個香港朋友見面的時候 他每次覺得 對於台灣現在的社會氛圍 是覺得是這樣的一個限位 比如說在台灣從事運動 或是在台灣你想要 進入政治工作是相對容易的 但我覺得這其實是有他自己的發展脈絡 對 尤其是像 我覺得以 如果今天從政治工作的角度來看 前兩天我還在跟一個朋友在聊天 那他現在是在綠港工作 然後他說他成長年代 他們那一輩的人是想 都沒有想過要進去綠港工作的 因為他說在他 他在帶他上一代的人 其實是野百合那時候 大家都知道野百合運動結束之後 非常多的經營 非常多很優秀的學生 都被吸收進入綠民黨 然後可是在他之後 兩千里開始 民進黨上任了 然後開始成立執政的時候 那八年之內非常多的議題 其實是受到綠民黨的打壓 例如熱身或者是滋花改這些事情 所以在我那位朋友 他進入投入運動的時間點 差不多就是那八年的時候 造成說他們那一輩的人 其實是 如果可以政治工作有興趣的話 他第一個 他當然不能進入綠民黨 可是再來他也想說 不會少進入綠民黨 所以他們變成是 大量的人可能留在NGU 然後可是NGU 就是相對於政黨 他在那個時候生存又更不易 因為那時候畢竟是一個 你已經脫離 國民黨這麼高 不規權的政黨 然後你現在 換了一個民黨上來 所以變成說 好像社會上 給予你的力量是覺得說 那我們竟然 你換了一個相對好一點的政府了 那為什麼還要去抗議這件事情 你為什麼要去送場 你為什麼不可以走 你現在也管到 然後所以NGU 生存起來其實是更為不易 然後當時台灣的社會 社會氛圍也是比較保守的 然後結果沒有想到 這樣子的氛圍一直到 可能這幾年 2026年 然後可能還沒中斷 然後可能之後的大波 或是說 然後到去年三一八 這兩年之內 台灣就是議題的 張力越來越高 然後事情也越來越多 所以漸漸的大眾好像 開始覺得說 從事運動 或是從事抗議這件事情 是一個慢慢可以被接受 但是其實還是有一些 就是存疑的順利空間在 那一直到 今年到九龍一之後 可能第三世紀開始星期 我們看到很多新的小檔出現 新的政治實力出現 那或者是我包括跟我 我差不多借出了學長節 可能你們去年三一八的時候 熟識的幾個所謂的學運領 熟識現在都我在一些小檔幫忙啊 然後甚至出來選舉 對 所以對我們來講 其實你可以看到短短幾年之內 好像台灣人對於就是 政治版 基本政治版的變動 然後再來就是台灣人對於運動 他保持 他抱著的態度 已經是從以往的懷疑 或者是厭惡 到現在慢慢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對 所以我會覺得 比起就是澳湖或者是香港 確實在這一塊 我們可以說是比較幸運 可是政黨的生成跟以往 什麼是運動 這是兩回事 就是很多人現在是在想說 那等到我們明年選舉結束之後 是不是檀面上這些小檔 就會跑步啊 那接下來這些人 要不去做什麼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 是值得關卡的地方 那就是我 就是 針對剛剛家豪分享 我想到一點很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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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拿 麥克風交流 章你這些人 因為他基本上 在香港 然後之前 在台灣 兩方面的觀察都很深 他們也是相當知名的 在政治方面 在Ig文化方面的提問人 所以我想要請你給他 大家好 第一個很抱歉 剛剛提到 因為我以為是7點半開場 第二個很抱歉 是各位 如果這是我朋友 聽過我的聲音 發生我的聲音 我 因為我禮拜六 上禮拜六感冒 早上感冒 結果下午去清平台 做了三小時的演講 王心忠也在 講完就沒聲音了 今天已經稍微恢復了 還好我之前有一個先見之明 因為我來家豪是找我 我說找我不行 一定要找一個現在 很活躍的水運鋼 我就去找運分 所以今天他們兩個主角就可以了 那當然我來玩 希望有一些 分享 尤其剛才兩位講的很好 希望做一些補充 在太陽花的時候 有一次 三一八學運輪組 在現場做一個短獎 我就說 我覺得 去看 現在大家是在占領國會 跟旁邊的街道 我覺得這個 其實蠻重要 可以從一個更全球的 社會運動來考察 因為從2011年 我只能占領華爾街 2012年到2013年 全球有非常多的 青年戰典運動 從希臘到巴西到土耳其 到太陽花 當然到之後 五月的澳門 然後民產運動 其實看起來 的確有些是共同 大家也有各自的外國 這共同運包括什麼呢 我覺得第一個 當然是對現行體制不滿 這個現行體制 不管是威權體制 新興民主 或者是已經成熟的民主 其實這幾年 全球投了蠻多 就是說 整個新的一代 對於既有的 尤其既有的民主的不滿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對大液體的不滿 對政黨的不滿 是非常嚴重的 尤其在很多的 新興民主國家 包括在裡面 土耳其 巴西都是 很多的世界上 也發現這個民主 不能夠滿足 他們對民主的期待 因為本來 大家民主之中 特別經濟政治轉型的國家 會覺得 對外國民主有 某一種的期待 結果發現 真的出現的一種 其實是讓人非常失望的 譬如說政客 但是榮端全力 會滿多非常好的回憶 提議 所以調到的例子 尤其清楚 讓他另外講到 對於1980後 所謂80後出生的來說 他最早的 那可能是2000年上大學 對於這一代的 進行 他從20歲 2000年初 他有政治歷史 他坑到強水扁 充滿很多問題的彈水扁 甚至後面出現的貪腐危機 然後他坑到馬英九 這個機器 馬英九 所以當然不像早了一個時代 像我們這樣的時代 說實話 我們是跟 反對中冥想起來 是有 其實是蠻強的情節 OK 那 現在可能會想一下 冥想上台誰 現在我們會痛哭流泌 可是對新的一代來說 馬英九 在座的年輕來說 這兩個字條 完全是不值得新的 尤其是讓他運分說的 對啊 你看到冥想就是 打壓的時候 打壓很多色彈 站在色彈中 對你一點 這是真的 這很多意思這樣 所以這很清楚就是說 對新的這一代 對於代理體制 政體制是非常不新的 那香港剛剛也是 香港剛剛也是 OK 那澳門沒有說 澳門是最封閉的一個 政治體制 那澳門跟香港有一點 不太一樣 是 在香港剛才嘉老師 稍微提到 在香港當時的基本法 起碼給了一個承諾 就是說 最重要達到彭血 所以香港人在過去 從回歸之後 對民主的期待就會提到 還有一個期望在那邊 他會說 我們最終要圖選 所以起碼是給中共 答應我們的 那現在他變成一個屁 所以憤怒會更強大 可是澳門其實 是從來沒有 有承諾過的 OK 所以你有一個期望 跟現實的差距 所以我就是第一點 就是說你看到 就是說 對既有的這個體制的 非常嚴重不滿 那第二點 表現全球現象 包括台港澳 就是這個社會經濟的 這種不爽 這一點 其實我不用多說啦 就是憤怒不均勵 新年平靜化 這個也很很普遍 所以台灣也非常清楚 那這兩個遊戲 就是非常 第一點的第二點 就是非常經濟結合的 因為第一點 所以沒辦法去給第二點 就是說 對年輕人來說 這個體制是沒辦法去 面對他所處理的 社會經濟問題 那這個根源又在於說 這兩個如此的 綁在一起 這個政治上經濟的體制 同樣的你看 這個澳門 同樣是最最最惡劣的 整個體制是 都一直在一起敷的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香港也是 香港的功能組別 什麼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 基本上是商界的人 所以俊密法會來說 他有功能組別在裡面 OK 那麼在特首 現在我也是大小商界的人 各位如果有一個印象 去年楊正英 甚至公開表達過這個國王的詩音 他覺得 他可能想像到一般的人 從下界來投票 他沒辦法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到香港澳門 他是把這個所謂的 政治 替有錢的福利事情 是多麼的制度化 是lock in 鎖在一起 台灣當然看起來是給你票 但其實跟美國一樣 是一塊錢的票 one dollar one vote 不是one people one vote 這個樣子 因為其實有錢有更強大的 這個遊說的影響力 所以看到台灣是 握西克時代 原來是一個非常非常落後的稅制 是屁股去越來越重 而這個政府關係 沒辦法回應這個 新起來的這樣一個民間的 憤怒跟不滿 所以大家全球有很多的信仰 包括尤其是 為什麼全球在這幾年很多 其實跟08年齡的危機 到性質又屬於破滅很大的關係 所以因為性質又屬於破滅 讓他們有很多不滿 會發現說原來的政治體制 不管他是 既有的老民族或性命族 都沒辦法回應這個憤怒 所以這次全球都非常過頭的現象 第二個有多過頭現象 我覺得 我們雖然很像十一圍長 沒有一題 可是非常重要 我想說網路 尤其是08年之後 社交力量的事情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你看台灣在香港 其實08年之後 都是蠻關鍵的一個部分 OK 那為什麼這個這麼重要 其實我想也不用多說了 但我覺得 放上台灣劇情報 我想想看 台灣在西方又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的媒體實在 太多或太保守 剛剛一分說對了 像以前 媒體不會去關注這些 所有涉及的或弱勢的議題 但是涉及不得出現 大大改變的一個事情 所有這幾年重要的事 你看一定都是獨立媒體 或公立媒體 公民 都是參與的自己 去做至於發現 38是最清楚的 38年之後 我自己在網路上看 因為我當時也寫了一個評論 我記得非常清楚 沒有一個媒體 發我這個消息 只有我們看黑道去的一個官網 有時候會馬上反應 OK 這從電視沒有去播12點之前 到評估這些都沒有 新聞是非常非常反應 這樣慢的 這主要問題 有點是在這些事情的後面 但是重要的是說 對媒體來說 其實我不care你們 這個主要問題 大家才會有信息的管道 過去苗栗大虎強 在士林王家 我們印象都是整 就馬上就洗版 是整個洗版的狀態 所以說大家獲得這個 資訊能力早就超過 對媒體能提供的 所以聯合我覺得 這個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常常覺得有趣就是說 馬英九的女生是倒霉 結果馬英九一八年上台 倒行逆次就不用說了 然後遇到一個 新的社交媒體的時代 給了這個反抗的清潔群體 最重要的一個武器 熱連結的攻擊權 OK 那我今天這三個因素 我覺得是蠻普遍的因素 那第四個是 當然跟全球都沒有的 只有台港澳都有 就是所謂的東北因素 這就是我們自己 比較特殊的一個概念 當然這三個因素 在台港澳都不一樣 剛剛介紹說的 很沒有意思就是說 台灣跟香港都有反中的情緒 但是澳門是沒有的 澳門基本上 我覺得它可以整整體制 就是華麗根就是中央的 北京的棋子 這是非常牢固的一個結論 因為香港你看到這個矛盾 是另外的矛盾 可以讓它有趣 就是回歸之後 理論上 香港回歸了中國 是因為中國的一份 但是這個回歸 這個重新結合 也讓香港的民眾 發現原來我們的距離 是這麼的大 不管很一般的大陸民眾 所謂的自由使 或者各種大陸民眾 在香港造成的 香港很多的爭議 或者在政治體制上 大家覺得距離這麼遠 所以對中共來說 這個大陸民眾 就是說 香港人的形勢越飄越遠 那為什麼香港 在2012年要推 國民教育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嗎 中共覺得說 太嚴重了 你香港人 回歸的這些年 都不認同祖國 所以我要成根 給你洗腦教育 要進行國民教育 OK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說 香港 這個中國民主在香港 是很不一樣的角色 當然台灣是稍微好一點 比中國遠一點 但是也恰恰就是說 你媽媽就上台之後 不斷的拉近 跟中國的距離 讓台灣的年輕人 有很多的不安 所以我說 你可以說是這個 基於家庭啊 我說對民主的不滿 現在既有的民主不滿 對社會的經濟也不爽 以及對於中國的運勢也不安 造成的這些問題 基本上 我們看到現在出現的 正式比之前的那些 尤其跟 李派拉花 跟李洒雲之類 這麼大的一種運動 我覺得 在同一年出現 它不是一個 完全歷史的巧合 有上面幾個運勢的 某一種的必然性 但接下來我同位的是 剛才兩位也都提到了 就是藍後呢 其實這個問題 我蠻早前就在想 就是說 全球其實有在會這個問題 就是這麼巨大的一個廣場 抗爭的戰力 它甚至是一個派對 它到底改變了什麼 是 剛才知道 半夜前 大家朋友就走了嗎 留下什麼東西 我們看到實在 全世界的國都 都沒有改變什麼 戰領華爾街 好處是 讓不平等的議題 成為美國的政治 而健大 OK 進入了好的 雖然改變不大 包括現在 Hillary Clinton Hillary Clinton 最保守的一個 拿了很多錢的 競選的候選人 他現在必須不斷提供 以華拉提 來談一個 提高最低工資 那在埃及 大家知道埃及 在這種巨大戰領的時候 其實命運還是很沒差 但是回到最上 保守的形勢不在底線 在土耳其 如果有一個印象的話 前兩年 土耳其是年輕人 因為當時政府要把工人推倒 蓋一個購物中心 那有上個月 超過一個月的抗爭 佔領 之後是什麼 之後去年 那個當了11年的總理 成為第一任職選的總統 權力越來越大 當然今年6月他輸了 剛剛招大大受害 因為信心的 比較進步的政黨出來 一個非常算 一個新的領袖出來 OK 但是我要說 知道你改變什麼 這是我剛剛說的 特別是重要 是因為這個力量 廣場上的反應量 能不能被組織起來 成為政治力量 同樣的 我們也想問說 那台灣的開放花之後 在國大程度上 改變了台灣的政治格局 政治論述 政治競爭 或者基本的價值 去年選出來最大的受益者 當然也是科文者 一個什麼進黨 九尾一選舉大盛 所以他們是台灣的收割者 然後 我自己是這麼覺得 因為剛才 你們也提到 那青年參選 去年選舉也不是非常好 那到底剩下了什麼東西 那明年選起來 小英會 盧賓爾又會當選 所以這是台灣可以完成嗎 剛剛不是 可是到底我們要完成 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對於官方上 曾經提出來的 自己的理想 在現實中 可以被轉換才是嗎 我自己覺得 別去提出來兩點 大家可以討論 不一定對 我想 泰安花 當時應該有兩個 非常重要的主軸 一個當然是 反對蜘蛛 反對蜘蛛 反對蜘蛛應該是 對於兩個事情之外 一個當然對於 所謂的中國因素 或是台灣主題性的 重視 另外 黑老師 我講一段提的是 一個比較左翼的論述 所以新的主題性就 就直接離去 OK 那麼 歸於後者 在經歷318的時候 也有些討論說 台灣下左轉 好像也下左轉的氣氛 很多傳體氣氛 甚至很多傳體都叫左 左翼為強都是左 那我最近是保留的 我不認為台灣社會 下左轉的氣氛 舉個例子 所以現在新的政治院 哪一個是這個 親屬標準 有這個社民黨 是比較親屬的 標準的事情 但是我不覺得社民黨 有到那個社會動人 同樣的 蔡英偉在2012年的時候 他提的 競選口號是什麼 是公平正義 那時候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第一次公平正義 擺上了一個 最高的一個訴求 那這次蔡英偉是什麼 點亮台灣 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那這裏蔡英偉都太好選了 其實 因為我們當時也太爛了 就太好選了 所以我的意思說 可是那裏蔡英偉 說那個時候 當然不是因為蔡英偉是錯 而是因為民黨 看到那個社會趨勢 其實那幾年台灣 已經投了很多 不理等的問題 包括公世代 然後這時候公世代 成為暢銷書 所以在這幾年 其實投了沒有 我覺得民黨 看到這個民黨聰明 選舉上聰明的 那可是現在 這群人都在 這群人都在 民黨更認真 去一起的問題 可是沒有 所以我不認為就是說 我覺得 如果蔡英偉有那個主義 其實並沒有 變得那麼大聲 所以這個是 假的沒有是說 當然不能這樣就算了 那可是有志於這個的話 我們想要繼續組織 這個能量 OK 那至於所謂的 比較粗糙的 所謂的反中 或台灣的主體性 或者主論的根本 當然是比較清楚的 是有比較強烈的一個 一個影響 一個影響 包括現在 包含針對 香港會票之間 包括什麼 我覺得很有趣 是說 以前在兩岸政策上 國民黨是 國民黨是aggressive 民黨是保守的 但以前兩岸政策上 國民黨 aggressive 是優勢 是優勢 民黨覺得自己 是弱的 所以2012年 國民黨最後一周 或是說 九二共識的一個環境 民黨自己覺得說 中國政策是我們的 最後一路 我們要去解決一個問題 我們要讓人民覺得說 我們是可以有中國政策 是可以跟中國 談判或對話的 那國民黨就覺得 國民黨過去長久來塑造的 就是說 比較安樂的地方 國民黨才能夠 有能力掌握 欸 因為 他還好我覺得 最大的獨特 就是翻轉這個事情 所以國民黨又是變成 拼了變成國民黨 劣勢 就是反而現在 心理在選擇 開始去 對國民黨跟北線關係 是非常大的疑劇 那反而 蔡英文只要現在 耗賊一下說 維持現狀 不要跟人家講 通過政策 因為現狀就是 我覺得就是 反而是國民黨 要去撇心那個事情 那當然 洪秀就是無所謂 對於 還能接觸到健康的團派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戲分是 只有轉變 當然會不會是好事 就是我自己覺得 對於 年輕的朋友來說 我還是會鼓勵 去理解中國 就那個反中其實 不應該遮蔽 我們對中國的客觀的分析 認識 跟好奇心的心緒 所以是兩件事情 但我要說客觀分析 我覺得 確實那個 反中的情緒 大概好像是比較強 那左洪秀其實 並沒有很多人 所想像的 這麼大 那這個是可惜的 所以將來我們要繼續推 接下來的社會改革的時候 我覺得是這樣 那同樣的這個問題 也值得大家在香港 比賽運動的時候 比賽運動這麼大 在比賽運動的時候 我們就寫了無數文章 你覺得香港從此會不一樣 所有睡在那邊 所有總共的街頭 幾十萬 都會變得新的 積極的公民 就像330台灣的時候 我們去 五十萬出來說 那邊新的一代 大家會更做公民 但真的嗎 所以我要講 比較故意吐槽 就是說真的嗎 香港其實看到的是 可能上禮拜這邊 討論很多嘛 學員的朋友們 我不知道要怎麼講 但是我自己的香港感應 在我離開香港的時候 覺得是很強大的挫折感 一種很大的挫敗感 就印象中這麼大 我們都輸了 那怎麼辦 那中共在香港的代理 有建制派 有這麼強大的資源 接下來今年十一月 香港的七月選舉 一定是建制派大勝 那反而在反對運動這邊 范園那邊 就是出現了很多的分裂 包括所謂左右的分裂 還有很多這些分裂 所以然後很多 很多人有很嚴重的運動傷害 所以好像那個冷掉 就蒸發掉了 非常非常的可惜 非常難過 OK 那總之各位想想說 其實我覺得關鍵的問題就是 之後 所以等一下家裡也可以講一下 我也蠻 剛剛可能也沒有提到 我也很想放棄 那之後呢 這一年來或者對未來 這些這個運氣 能不能被組織起來 成為一個正式 要安心的就是像你剛剛說的 這麼悲觀 也是他一瓣尿 晚上大家回去睡覺 幫忙繼續沈睡 那這個事也許可以去 再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那個 我這裡也想講一件事情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九點半 所以說那個 不要跟這個想 我再想我們九點頭結束 因為之後 還要一點時間 讓大家如果想跟想想想 私下討論的時間下來 所以 我們大家就在這位 在大概半個多小時的時間 可以有一些溝通 那 不過如果大家覺得可以的話 我想請你一下好簡短回應一下 剛剛 鐵詩琳的胸頭 有什麼 其實 我覺得在 在港澳台 從事這個MGO的工作 都非常困難 各有不同的困難 其實我在台灣 譬如說在台中跟台北的分享 我自己感覺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就是說澳門的事情 實在台灣人的心目中 是非常的陌生 距離非常的遠 那個距離不止一個半小時的飛機 可能比美國還要遠 所以 我自己很大的困難 就是在 我講的時候 會比較吃力 就是不想來部分 大家是認知 或者不認知 但是 回應剛剛鐵詩大哥所說的一個 然後 這三個是 非常容易的講 但是非常沉重 三個是在我 我自己對 譬如說香港 與革命的認知 了解 跟譬如說太陽化的了解 其實 這問題非常難回答 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沒有很清楚的 從台灣、香港 甚至我自己的澳門 找到答案 但是我 我剛剛所說的 在反禮堡 這麼大的運動 其實我們 那時候提出的 兩個最主要的口號 第一個就是反禮堡 第二個就是反特權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 我們在澳門的推行 政治改革是非常困難 因為 可能從這個活動的簡介裡面 也看到澳門政府 或者上面北京政府 對澳門的本地的媒體 還有這個教育的機關 包括這個教育機構 包括這個 中小學跟大學的控制 非常的嚴格 嚴厲 幾乎所有 譬如說一些 民聲的問題 都可以 譬如說反對聲音 都可以出來 但是一談到民主 媒體 都非常的低調去處理 學校裡面的公民教育 也非常的缺 缺乏這個人權 跟民主的教育 我們的公民教育 只要大家不要 過馬路要過八馬線 不要吐彈 不要亂丟垃圾之類的 這就是我們最 公民教育把 一代一代的 本來的公民都變成順民 就是執行一個最底層 最基層的一個 公民道德的標準 叫守法 我們站頂的話 就是 不是一個好公民 類似這樣的一個教育 所以我們在反對法的時候 我們非常的刻意 也在一些建制派打手 一些文章的人 也看得出來 他說 這些人 是大造文章 小題大作 把一些 跟政治制度 明明沒有直接關係的東西 拉到政治制度 的確 他寫的對 他也觀察的對 我們的確 因為我們 民主政治 這個爭取的空間 非常的狹窄 一點點的話題 我們都希望把它升華到 一個民主制度的一個層次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一直說 你看 立法會 其實那時候 最重要的一點 為什麼大家要直接公民行動 原因就是說 體制內的代議的制度 裡面的代議事 沒辦法代表我們 裡面33個議員 對這個法案 有幾個反對 四個 其他 28個 主席不投票 28個 贊成 你看 議會 類 外 呈現這麼強烈的對比 是我們 年輕世代 希望 直接行動的 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覺得裡面那一群人 包括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都不是代表我們 所以我覺得 這個 這是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 其實我們 在過程當中 已經在想然後了 我們希望 反禮堡 下一句反特權 是更重要的 因為我們之後 我記得大概在 六月中 五月底撤回 六月中之後 我們再拜一場 不要下一個禮堡的晚會 那時候來的人 大概四百人 而已 記者馬上 當然那些 官方的 電視他一直問 你覺得 那麼大的對比 落差兩萬人 跟四百人 你覺得是失敗嗎 那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是我們 一個很大的 你說 挫折 還沒到這個 這個程度 我覺得有點失望 但是過後 其實 剛才說 晚上 去上廁所一下 然後回去睡覺 這部分 我在澳門 跟一些朋友 在很核心 討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提出說 澳門 在發生這件事情之前 跟之後 似乎一樣的安靜 對不對 很安靜 之前大概我們遊行 人數大概一千 大概一千幾百左右 這是我們通常的人數的數目 但是 法律寶之後 我們那種安靜是不一樣的 它是隱含了一個記憶 因為澳門沒有很多的 共同集體的回憶 香港人想說獅子山下的精神嗎 香港人很屁股 很有他們的那種精神 香港人 我是香港人 為很多的文化 我引你為澳 但澳門似乎沒有 我們只有一堆 只有表面的一些 很漂亮的藍歐的一介入物 教堂 沒有 很多人都不了解裡面的文化 所以澳門人這個身分認同 還有我們本土的核心價值 沒有形成出來 我的剛片段裡面 周提琪他分享說澳門人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自由嗎 民主嗎 法治嗎 完全不是 原來是共生 昨天我跟朋友分享 是共生 大家共同的生存 大家有飯吃 大家有發現金九千塊 是共生嘛 大家沒有貧富 貧富的懸殊那麼大 大家好好地活著 也不錯啊 這澳門的一個很 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過去 所以因為那種共生 如果沒有被逼到一個關頭 他們也會出來 但是 這個反禮堡 雖然之後 大家覺得沒有 好像沒有公平崛起 大家沒有往下一步 反特權 繼續下去 下去 但是 我們有一個 新的共同的記憶 至少大家 上過廁所 以前沒有上廁所 人生 就直接又要來挑戰 就比較粗俗 但是 現在我們都有上過廁所的經驗 下次再擰不住 我們就上廁所 我覺得這樣可能比較粗俗一點 但是 我覺得這個 是我們一個記憶 到底下一次 我們有這個記憶 我有信心 這個記憶會請我們 之後 瞭準下一個 口號 反特權 有一個很好的動力 這是以前 法理堡之前 那種安靜沒有的 可能這樣會有點 自我感覺良好 但是我覺得 現在 我的想法 是這樣 往這個目標去 好,謝謝 那 因為時間過多了 我們現在就開關了 我們各位提出題 好嗎 先翻譯出來 來 一、二、三 好 你 跟 你 在後面那一邊 那一位 我不會是澳門 但是我為什麼是香港人 我是很矛盾的身邊 我不是說 他們還是比較好說 澳門沒有反中的力量 也不是這樣 但是 因為大部分反中的力量 都是 上海的人 都是去上海的人 都是去上海的人 都是有香港人的身邊 所以我們到 我們很早已經 對澳門這個 政治 跟民主的體系 已經覺得絕望 放棄了 所以我們到 會轉去香港那邊 很多人都是這樣 而且 我們基本上 澳門搞MGO 這個 民主體肺制度 不能起來的原因 有兩個 一個是 文化 知識分子 全都是 大學以後 都不會為了澳門 大部分都去外國 因為我 我的學校 是 家衛學校 也是很有名的 所以大部分 很多人是很厲害的同學 全部留在美國、英國、澳洲 那些地方 從來不 我們有什麼好 好的職 都我們留下來了 但是 這個法女 法案以後 我的 那些 所謂的精英 同學 開始有一點點 有意澳門的現在未來 但 大家 注意的是香港的部分 因為他們覺得 香港才有希望 澳門是 絕對沒有希望 知識分子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 出版社的問題 澳門的出版社是 怎麼樣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家裡以前是 做出版社的 澳門出版社是在 2002年以後 因為 就是 普堂新起來 已經沒什麼 書版社是在做的 所謂印象 印象的部分 剩下 依然見了 我聽說 已經做出版不下去了 澳門 很多基本上 都是為了工作 每天 因為澳門是24人 班制度的 你根本沒有時間 你每天為了工作 已經很疲勞 像我父母一樣 根本沒有時間 去關心別的事情 你想去 就是你有這種 概念也好 你根本沒有體力 跟精神去 來面對這個事情 你為了工作 你真的 如果你沒有 這份工作的話 你真的 在澳門搞願景 我根本是 勝決不能下去 這是最大的問題 謝謝 第二位 有兩個問題跟你請教 第一個是我比較難以理解 好像中國也在澳門 開始推國民教育 但是我很訝 是因為從 1966年1234暴動以後 整個中國等於已經控制了整個澳門 澳門除了葡萄牙的人 被派到政府管以後 澳門所有的華人 在那個時候都是被 左派的社團整個控制 所以澳門的 你要講澳門的國民教育 從六七年的時候就開始了 真的國民教育 洗腦教育 所以我很意外的是 為什麼中國會在這個時候 對澳門好像跟香港一樣 他會用一個很吉言吝嗇的 對澳門講說 我要在澳門推國民教育 這是我比較訝異 因為我想不出來為什麼 就是說 你從六六年六七年以後 你就已經透過你的左派社團 不找編輯 不找痕跡的在做 你其實沒有必要 沒有這個需要 大張旗鼓的宣誓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中國會在 會反而現在對澳門 要推國民教育這麼大聲 這是我的疑問 你很開心 第二個問題是 普選的問題 因為香港 香港的社會貧富差距問題太大 所以香港人把所有的問題 都希望透過普選來解決 剛剛鐵志老師也講說這個 因為基本法的問題 澳門的基本法 並沒有寫到普選這個事情 但是我知道去年的這個時候 你們也在澳門推動 這個跟香港又推動這個 投票的這個 公投這個普選的問題 因此好像還有七人被 被警察 還是檢控 雖然我不知道後面 到底澳門司法判刑的沒有 我知道 那我不知道普選 到底在澳門的心中 有沒有普選這個意思 那因為這個是 因為剛剛就是蘇先生提到的 就是我 除了那一場公投 以後的 所有澳門的 我看到澳門良心的 臉書跟網站 都沒有看到他們那時候 討論普選的問題 那我想知道說 普選到底在澳門 相中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們可想而知 整個澳門現在 隨著這個中國反腐的問題 澳門的 毒業的 這個 業績 遺落千丈 那以我個人的想法 我不知道對不對 澳門的皮膚差距 一定會快速的拉大 整個社會問題一定會開始 矛盾會產生 那我不知道被澳門推動普選 是不是一個有利的環境 就是 我們之間的 他已經或許 明明他好像有很多社會 不是他的支持 就是社會之間的把他生化 那已經在這個運動之中 跟運動之後 這個所謂的 體制內的打對打分 這些 我們期間就有這些的關係 是誰的關係 謝謝 那好 我想想說 我們先請 我們先回應一下 好 第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 剛剛澳門 澳門人也是香港人 其實很多這樣的身份的人 兩邊身份人都有 的確 澳門有一個想法 就是澳門 香港有普選 澳門才有希望 這樣的一個想法 因為 譬如說 六月份 香港否決那個政改方案之後 其實有些澳門支持民主人心 他們反而覺得很失望 因為覺得 香港如果通過一個假普選 澳門也有資格 投一下票 之後 因為通常 其實 香港跟澳門的政策制度 是分開兩部基本法 去規範的 第一 香港怎麼做 跟澳門怎麼做 會有直接的連結關係 但是以北京的做法 它是統一的策略 香港推出了什麼東西 它會在澳門跟進 譬如說 在2012年 大概2010年 香港通過一次政改方案 把直選的 跟非直選的 各加股 五個模型 2012年 馬上 在澳門啟動了第一次 第一次的政改 那時候 就把直選的 跟功能組別的 各加兩席 其實那個比例的改變是一樣的 跟香港跟進的 所以 很多澳門覺得失望 如果香港通過這樣的 2017人投票選擇了什麼的話 澳門可能2019 或者2022 都可以這樣投票 儘管沒有提名權 其實香港人很多都覺得 我們沒有香港力量那麼大 我們夾的 算了 我們能投一下票也好 比現在400人投 比較好 所以現在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那時候很支持香港 爭取這個真普選 原因是說 如果接收了這個假普選的話 北京在澳門同樣 不要投票就假普選 我們沒辦法抵擋 我們立法會沒有否決權 所以我們可以在澳門 就實施這個假普選 而現在是出版社 所以我特別提到 這本書是唯一一本的紀錄的書 其實這本書在大陸是 我很榮幸的 他是自己的書 因為大家在第一頁 他看 其實這本書在五月底要出版 他希望來得及趕到一周也出版 那時候我們一開始 一千本 然後我們因為澳門那個市場很小 其實剛剛我露了題就是說 澳門面積很小 人很多 然後很擠 但是裡面那個壟斷是非常厲害 各方面的壟斷 大小的壟斷 包括我們的出版市場 還有我們的 譬如說舉個很深刻畫的 就是我們上網 只有一兩家的公司提供 這樣提供上網 一家 對 他說自己是No.1 因為他是Only1 所以我們的網速是非常慢 網費非常貴 類似這樣子生活化的壟斷 一直 然後政治壟斷當然不用說 所以出版的壟斷 我們很多的一些加工的 都沒辦法再幫我們做 所以就沒辦法運到出版的工廠 結果遇完了之後 那個廠商打到有 那一千本被扣了 然後你要拿回來嗎 不用拿 他說為什麼 他說沒有筆感 這可以說 最後我們當然有香港出版社 非常的 這個次文化 就是非常有名 香港出版社 他都出手了 看到新聞說 我們幫你啊 我們全程在香港 你放心 至少兩次以下才可以出版 然後就結果 新的一千兩百本 都在商品 所以就是現在 我特別帶過來 就是有一百多本在台灣這邊 然後這個也連結到 剛剛所說 那位先生說 國教的問題 以前澳門的事情其實 大陸基本上不會管的 你隨便說 隨便 反正你的力量那麼少 但是反理法之後 其實無論在中聯辦 港澳辦 甚至是更高的 李克強也有提到 澳門也要加強這個 國情的教育 愛國的教育 然後李剛就是一個 以前香港中聯辦主任 現在變成澳門中聯辦主任 然後 他 第一天上班 他跟記者說 記者問他 你調過來澳門有什麼感覺 他說 欸很輕鬆欸 我離開中聯辦都沒有記者 跟著我一直追問 澳門幾乎是沒有 記者敢碰這些 高於澳門的議題 涉及到中央政策 然後他也公開說 台灣有談太陽花 然後香港有戰爭 然後澳門有管理法 所以年輕人應該要得到 更正確的 那個公民的教育 國民的教育 好 剛剛那句話其實 從北京的口中說出來 其實不意外啊 但是從澳門人 一聽起來就覺得 有問題 太陽花 贊助 反體堡 然後我們非常榮幸 跟兩強大型的 非法的 受到外國勢力 操控的 公民運動 竟然拉在一個 統一的水平 很榮幸 但是 慢慢看其實 反體堡是一個 合法的 我們還沒有公民抗命的 我們遊行幾位都跟幾家 公眾都會講得好 但是為什麼會拉在同一個 一個城市在談呢 我們發現 北京用同一個視野看三場 港澳談 統一這樣看 管理合法非法 全部拉成同一個 城市的 一個 總之是反對的運動 所以國民教育其實 在澳門沒有推出 這樣的一個問題 它只有加強 因為166年 剛才所說 166年之後 已經一直在 直更在 它沒有一門課 獨立成科 叫國民教育 它所有的問題 都滲透在 中文課 語文課 歷史 也全部 我們小時候 被中國的省份 24個 包括台灣省 台灣省的省會是台北市 這是我們 小學 中學 一直背的東西 感覺 我們沒有受到國民教育 洗腦 沒有獨立成科 但是其實它滲透在 每一個客戶的範疇 所以最近加強 我想 呃 我的看法就是說 它覺得 互聯網 是非常大的一個工具武器 我想說 互聯網是一個 窮人的武器 最強的武器 因為不用錢 幾乎不用錢 就可以串聯到 剛剛法理寶 其實也是用互聯網 還有我們 集團兩家的 澳門網路的 新媒體 就傳播 連台灣 台灣這邊的學生 我剛說有幾千個學生 我非常的感動 其實很多 去年五月很多感動的 時刻 其中一個感動是 台灣的學生 有大概五六十個 在台灣讀書 澳門學生 跑到101上面 56樓 那個澳門辦事處 抗議 從來沒有的 這個從來沒有的 呃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國民教育 它要加強 我覺得 大野區的第一 就是說 我們做對了 我們事情做對了 你講到加強嘛 那不然 我們過去 一直沈睡 你根本不用 國民教育 還不用談到加強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反抗跟打壓 兩個是一直角力 最後 誰勝利的話 就看哪一個堅持到最後 那最後一個就是普選 那剛剛鐵子大的 也可以說到 澳門基本法沒有 承諾我們的普選 據我所知 就是當時候 香港基本法大概 九成以上的那條 都叫我們搬到這個澳門 這間條 有分別說 欸不用了 澳門反正都是一個協商啊 一個社會 沒有普選啊 每次都投票 那麼民粹 每次投票 政黨惡鬥啊 然後萬事也介入 總之整個 問題的結論就是這樣 所以沒有辦到這一條 所以我們 在爭取上面 在法理依據 上面是有一個很大的缺失 我們也有說 欸你要 大義 你要履行旅的承諾 給我們普選 我們在澳門沒辦法這樣做 但是 法律沒有規定的 不代表我們不能做 至少 至少 一個 一個問題就是說 基本法沒有說 禁止 最終打成普選 普選 他的普選 他的基本法條文說 我們特首選舉 是由這個 寫商或選舉方式產生 所以 根據我們 譬如說 我們爭取民主普選的人 就說 我們可以用最保守的協商 武獎通過 像肯中就一樣 武獎通過 你當特首 好 這樣最保守 或者最進步的業務票 提名 投票 所以基本上我們存在 要修改基本法 才能達到普選 因為選舉 普選 就是選舉的其中一個方式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對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 新浪漫學生 其實我個人有兩個身份 一個是新浪漫學生的理事長 一個是澳門良性的小員 這兩個團體 為什麼我會堅韌呢 其實他的角色 另一位 完全不一樣 新浪漫學生是剛剛 看到很大的照片 八九評語以後 出了一些知識分子 比如說 有些知識分子出來 然後 九二連強力的 一個老牌的政治團體 如果比較容易理解 可能就跟香港的民主黨有點類似 裡面有立法議員 也有一些很嚴格的一些程序 譬如說 每次行動之前要討論 表決很多程序 但是 裡面也有很多 滲透的部分 包括 就是說 很多 我還沒加入這個團體 之前已經加入了一些人 因為以前 他就是一個民主殺戮 因為澳門以前 基本上 在八九評語以後 沒有人出來討論政治 這些 大概幾十個知識分子 具起來 在一個團體裡面 去討論 像一個殺人一樣 什麽人都能進入 什麽人也能加入 所以 加入的人 很多 到現在 還在 還在幹嘛呢 每次開會 之後來的理事 可能要抄 抄筆記 抄完 就 一句話也不說 整個會議 結束會議 就你看 很多這樣的人 那我也沒辦法 我當理事的 我不可以欺擋啊 我不可以 不可以 你們全部走 因為你們都是 墨底 不可以啊 我們要遵 依權這個 程序正義嘛 好 結果 我們 譬如說討論這個 反尼堡的行動 是非常激人的 因為我們大概用了 兩個禮拜 來醞釀這個 社會的情緒 澳門想 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把那個 擺湯 接上去 宣傳 大概用了兩個禮拜 就可以覆蓋到澳門 重要的一些 中心的位置 所以 我們在一個 那麼迅速的行動 我沒辦法再 用 剛剛所謂的 學生那個品牌 要 最現實的說 我們要很多 程序 我們譬如說 我們很多 突擊的 行動 沒辦法在那個 會議上面提 用後面在那個 敲筆記 因為 他們會 上面已經知道 你提下一個行動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 用了另外一個 我們之前 成立的一個 幫我們兩性 對社癒的組織 是行動組織 有行動 有行動 才有幫我們兩性的出現 沒有行動 不見 所以是一個這樣的 的組織 我們就在外大老 三、四個 就 討論 這個 所以 這段 我們影片 對對對 真的 好 繼續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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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有點趕 那我再想 我先請 鄭修做一點 回應 因為他 也很關注這個事情 那邊也很適合 其中文章 我請他做一點回應 然後我們 活動門先結束 大家有什麼問題 還是可以繼續再包圍我們獎子的大老 九點半 好嗎 那 我就小心照顧 謝謝 我 從一個 外人 來看 來講講怎麼辦 然後呢 怎麼辦 老實講 今天如果要在文萊 或者是在這個 卡達 或者在阿聯酋 要導臨民主運動 真的比你們還要沒有 所以我 我先講 我的感受 像上禮拜的想 在奧米 其實已經做得不錯 而且呢 大的審視悲觀 小的地方其實處處可 我舉個例子 像你們的福利這麼好 怎麼沒有雙飛的問題 因為 他其實法律就把它禁止掉 類似其實奧米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我說三個可能性 請大家幫我回應看看 第一個是說 就是 中共這一套機制 他會玩的遊戲 你來跟他玩 譬如說玩繼承組織 玩這種人情的參與類 老實講玩過 可是他機器很大 他是惡魔 今天你不要覺得你澳門小 所有北京的高官 就像深圳有一大堆太子黨的非利益 經濟的非利益 你去想想看 北京為什麼需要澳門 北京需要香港 是一個聽論中心 可是北京需要澳門 是因為需要洗錢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今天類似像 Wikileak那種方式 叫公務員 叫這些和官 叫那個貴賓廳的裡面 來爆料 有沒有可能把中國 多包出幾個大料出來 我在那裡說 這其實有點像大衛跟哥利亞 在對打一樣 你要我們這麼小 可是你爆出來的料 這邊不小心 一個中長委又倒著 那邊一個部長 太太又倒著 這其實是 就是你要用非對稱的 非對稱的對方 來想這件事情 不是他會的東西 你比他根本很難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就問那個熱選 熱選那一對夫妻 黃大愛宏 我就說 你們一邊在反地產霸權 可是呢 一邊呢 每一個人又想買一間房子 然後整個香港 除了金融旅遊 或者一些政府 就那幾個行業而已 怎麼可能也養得起七百萬人 所以香港其實真正的危機 是從殖民時代以來的 產業流失 而中國對於香港 或者是對台灣 最大的壓力 也是來自於他的經濟實力 不是軍事 不是那麼典型的這種軍事的東西 所以回過來 我第二個問題就是這樣 有沒有可能出一張圖 把那個躺宅 跟這些老的島 你整個要把住宅的問題解決 圖像畫 你把它畫成圖 因為老實講 香港要蓋國宅 是填沙都可以填出來 有那個土地可以填 在澳門我一個最大的感受就是 錢不是問題 地不是問題 勞工不是問題 時間也不是問題 你知道這十年 從2030到現在 完全是 好像就是 品力起高的那種搞法 所以意思就是說 不是要畫大筆 可是如果你要今天 對抗地產霸主 或者號召這些 薪資趕不上這個 物價飆漲這些人 要把圖像畫 要把變成這樣塗出來 尤其是巫師計畫 第三個呢就是 我也跟這個香港的客戴多通 就是英文也通 葡萄愛愛文 你們還可以通 你們跟安哥拉也有聯繫 跟這個印度的果拉也有聯繫 我啊 就是可以講葡萄愛文 其實澳門有它自己的 整個世界的網路 最大的巴西 也是講葡萄愛文 有那麼多不土生的土人 所以如果要你們來發展 賭場之外的其他產業 那是什麼 或者不要依附於賭場的旅遊業 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產業的想像 真的是香港 這澳門下一個反對派 重要政當的內容 也是這也是 香港這個 就是泛民缺位的地方 所以這三個 產業的 對抗地產霸權的 跟所謂網路去寄到北京的 這三個也許 大家可以試著回憶看看 有沒有什麼可維之處 好 好 那我想 因為就是時間到最後 我剛剛的家庭就 要回應一下 剛剛 直播講的 那同時呢 另外兩位也希望大家做這個質疑 那我提一個 小點就好 因為剛剛其實你也做了很多 對運動的團體 好那 很多呢可能都是事後可以再說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東西你想得到 在 現在北京的立場 他其實把 三個地方的運動 是去年那三場 是他們一起看的 好那事實上在台灣我們可以看得到 好那在 呃 那在 呃 那在 太陽化的時候 有被深圓 好那你剛剛也提到 好那也有一場深圓 呃 呃 澳門的抗爭 好那所以 然後你剛剛也提到說 在運動之後 的反省裡面有一個是 不像香港一樣生長出一個 呃 澳門是什麼 那個認同 那個本土的概念 可能還沒有很清楚 那所以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可能就是說那 對你既然被放在一起看這件事 那接下來 一起 呃 有什麼可能的 好的或不好的 合作 或者互聯合作的地方 可能這也是那個 呃 我覺得大家可以回應一下的地方 好那我可以把時間 給大家三個 請你開始 呃 其實我剛剛說了 澳門很多經濟很好的地方 其實我 呃 故意 沒有人有尾巴 就是沒有提 澳門最近 經濟已經下降 我們 下個月 澳門政府就要商討 這個緊縮的政策 你看很難想像 剛剛那個 那個經濟這麼好 三千多一的 每年的那個 那個稅收 原因是說 我們 呃 補償的單一 導致我們的 呃 補償垮 澳門經濟的垮 呃 呃 當然很多人都會把很多 呃 呃 呃 罪名啊 就安插在一些 呃 社會的 呃 反對力量啊 人家搞事搞到經濟都不好啊 譬如香港都會說 哎 要不是有這樣的戰衆 我們經濟就做得很好啊 類似這樣 但是我們 總結兩個字 打貪 就打貪 反腐 就因為 反腐 的問題 導致我們 澳門的整個 呃 呃 補償的那個 那個 貴賓廳 叫 呃 我們阿姆的經濟最大的來源 因為我們每一柱都 一兩百萬 這樣好像賭神一樣的 那種 在裡面 你看不到的 主重要的經濟來源 都來自裡面 但裡面 貪官 地方的不敢來 中央的 也不敢 派人替他來的玩 因為裡面都洗錢 我剛剛剛剛有同提 所以 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們反對派 或者一個民主派的一個 呃 生機 我覺得 雖然這樣好像有點 呃 不好 要 趁這個 澳門的經濟很差 然後提出一個反對 力量 就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時刻 但確實 客觀呈現是這樣 因為大家覺得 呃 當經濟下滑 剛剛所說的貴賓 那個貴賓廳 倒閉 做很多的事業 一萬幾千個人 失業 然後他們 會想什麼 他們會轉到其他產業 所以他們可能會成為 反對力量 以及很重要的 的 來源 然後 另外一個 原因 其實 剛剛有提到 譬如說 我們在 產業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很大的局限 因為我們市場太小 譬如說 剛剛有問到 除了這個賭場業以外 究竟有沒有其他產業 澳門政府官方最常提的一個產業 是文創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但是這個文創產業 其實當然我們出百次文化產業 但是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你知道嗎 但是 那種文創產業是 我想鐵架到各位 很了解 從政府 呃 花錢 給文化人去搞的產業 一定是很 一套武圖 因為我們澳門以前大概 我們澳門文化其實很深遠 就是那個 歷史很 很強烈 那個 不用政府投放資源 而有很多在地 譬如樂曲啊 很多譬如說 在地唱戲啊 藍音啊 很多澳門的 以前沒有澳門的資源 投放 也可以很大的一個文化的事業 但現在反而 倒過來 澳門投放很多資源 譬如說你要出版 一個音樂的創作 他全部成本給你 政府出 讓你去做 結果會造成什麼 我會沒有積極推廣 我那個幼兒呢 反正我已經回本了 回本了 然後他們就覺得 欸 隨便的放CD放在一邊 隨便啦 也沒有回本 反正成本都政府給你的 結果現在出現這樣的情況 欸 但是我們出版沒有 沒有政府的制度 我們就知道 那個好處在哪裡 我們會激起的推廣 因為如果推廣不完 今天如果 很少人買的話 我們就會虧本 所以 所以這個 我覺得 那個市場太小了 所以 有很多人覺得 產業多元 在澳門是一個 假的命題 因為的確真的 沒有辦法 除了賭博業以外 真的沒有辦法 發展其他的產業 因為我們沒有 那麼大的市場 需求去 support 那個產業 所以我覺得這個 在提的時候 我有這樣的一個 反思 在產業多元 到底是不是 澳門一個可行的 但我覺得 未來的路 隨著我們經濟下滑 政治改革的空間 會變大 因為我昨天 在台中 其實有一位嘉賓 跟我說 其實澳門的人一直很能聽話 換來什麼代價呢 以前覺得澳門聽話 所以每年有發現金 但是現在 但發現金的同時 我們政治制度沒有推進 我們往原地踏步 如果從政治跟經濟這兩個因素看 澳門聽話的結果 政治停在原地 經濟一直發展 還有現金發 好 現在經濟停下來 甚至是倒退 我們可能明年 我在想沒有現金發的時候 不要說不發現金落 今年是9000 明年7000 減2000 澳門你會不會出來抗議 我覺得會 我覺得會 所以我覺得 我們聽話的代價是 很不好 甚至是被香港的朋友 開玩笑 很多朋友 很多澳門人 都不太喜歡這個玩笑 他說 你們一直說 我們佔領哪裡哪裡 共產黨會不開心的 他原來會給你們 開放一點的政治 和制度 那現在你們佔領 好 那個叫什麼 落了一個假門 就不給你們 好 他說如果這樣成立的話 澳門呢 那麼聽話 應該1999年 剛一魁灰就有普選了 這 這玩笑我覺得非常的 呃好啊 但是澳門很多聽 聽不進了很多 我覺得 未來還是一句啦 可能我們要把回答 剛剛很深奧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澳門 我想一句就是那個 最壞的時刻 就是最好的時刻 在澳門我覺得非常有用 因為澳門很多都是從一開始 很多譬如說法律制度 政治制度 或者文化啊 等等核心價值啊 等等都是從一開始 那意味著說 我神都沒有 代表我們神不可以嗎 這是我們最壞的時刻 但是我覺得最好勝利 也是因為這個想法 我們才跟一些朋友 還繼續堅持下去 我覺得這個 應該比較好回答剛剛那個問題 但是我還是盡力分享 我這樣 現在目前才會 謝謝 謝謝 我想要講的是其實 其實從三一八之後 我們一直都有 都經過可以認識 一些很多 從小香港活動 最多是澳門的一種 其實我們 大家在互相交流 然後或者是互相談的過程 然後都有發現說 我們共同面對到的一個最多的聲音 就是說 那我們其實也這麼高想過抗爭 然後我們總之要做什麼 或是這些被動員來出眾 他之後他可以繼續做什麼 要怎麼維持什麼的 那其實我剛剛簡單 就是稍微想一下 我會覺得 所謂的抗爭 他其實在那 就是優先是在這麼大 什麼都三一半 這應該是這二十年來 可能最大長的一種 他結束之後對我們來講 什麼應該面對的課題是 要怎麼去面對 要怎麼去突破這個社會界線 就是說 好像群眾他看到了這麼大的影韓 然後他可以接受說 好以後 他的生活中 所謂的抗爭 或是所謂的公眾議員 這件事情是存在的 可是那他真的 就有辦法容忍 人們去進行這樣子 好像 互換到他生活界線的事情嗎 例如像我們去年 配導金在三一八之後六月的時候 那時候 我們為了要抗爭張子去拍一拍 我們在二百年 他們有一個擋車的行動 我們當時是幾個成員 我們就在山上去擋張子去坐車 我們用鐵鏈把椅子這樣綁在一起 那其實現場的 當時的路人 他會覺得說 你擋到我的路 我車子要坐 所以當下我們受到的那個海應 其實是非常激烈的 就是甚至有群眾 直接騎著車子這樣撞去鐵鏈 然後讓整個人被一個人 就是綁 就是躺在一起 然後受 所以我們有非常多夥伴 因為這樣受傷 那 在這件事情之後 就是 我們成員慧雅 他其實就有發一篇文 在講這件事情 他說 不管是突來打算的事情 或者是前兩年 我們知道 官場公認是落鬼的事情 他一直其實都在挑戰 台灣民眾的一個認知 就是說 他必然是一點 令人覺得不舒服的 他一定會碰觸到你身後 某些提現 就是因為他碰觸到一個以前 他才會讓政府不正式這件事情 那 可是你看像318結束之後 像這幾天 我發現市場有很多高中生 我會想先講這件事情 就是 這幾天剛好有可能 創造教育部的事情 那其實在社育圈當中 或是社育圈當中 有一些調論 就是覺得說 有一些人是覺得 這些高中生講的是 沒有經過很完善的組織規劃 做這個行動 是非常的有一些 非常的冒冷 可是 同時也非常有問題的是 前陣子的這些高中生 他們在佛教組織流行的時候 或者是當他們開始 發行一些行動 他們去辦講座 當他們去辦錯台的時候 也有很多 小學生育圈當中的人 他是以一個 近乎是輕視的態度 去看這些學生 因為他會覺得說 這些行動派手裡可以可以的 他跟我們傳統正宗的 社育部一樣 那其實後來 這是一個很微妙的情節 那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一個 我在討論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覺得 因為這個 就是高中生的這一波 馬克剛好行動 他其實算是一個 後三一八代的效率 也就是說 對社運者而言 除了我們要正式說 那台灣民眾 他現在可以接受抗疫這些事 可是他有辦法接受抗疫的提現到哪裡之外 再來就是 對運動組織來講 有一批新的人 他想要開始完成抗疫 或是他對社會運動 有懷抱的一個憧憬 可是他跟英雄的我們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一局 所謂的學運幹部 其實很多人是透過大學的疫情社團 我們可能在陳奈爾林的社 在親家的經濟 在台大福大 所以他有很多 可是現在三一八年 就會有太多民眾 他是因為 他在網路上看到這個運動 或是他在跟就是新聞的 就是看這些畫面當中 還關注到這件事情 從而他開始去關心身邊的公共事務 他開始想要成為一個主持者 那他的管道動力是不一樣的 他沒有像以往可能有學生這樣的 他透過疫情社團學長自己的提拔 然後去沖廠然後去學習 他是直接可能加入 比如說運動之後 新成立的主持像 無讀鬥戰這樣可以造型 或者是像現在高中生 他對於運動 他第一個對社會運動的想像就是三一八 他覺得搞運動就是要 所以我們要爭取每一個步行 我們可能一開始不可以太激烈 不然的話我們會被 就帶來要誤會 我們會被要先忘記 然後之後我們真的退運 做很多事情之後 我們才去收場 對 然後所以我會覺得 就是對於主持人來講 我會覺得這是一件好的事情 就是你看到一個五星的力量 可是同時你也會面臨到一個問題是 這些人跟你非常的不一樣 他不是跟你從同樣 脈絡到一個出來的 所以我們對於運動的想像是不一樣的 我們對於從是一個行動的方法 就是我們的想法也是不一樣的 那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需要去努力的 那 我會說 那大家說好 那我們搞完抗爭之後 接下來要怎麼辦 我會覺得我自己的想法 是我希望可以 就是大家一起在 也許在不同的位置上 將台灣推向一個正常化的生活 就是可能以後的台灣 那也許是一個可以接受 同性同性同性的社會 然後也許是一個可以接受 配合事情的回家 或者是 我們在很多議題上面 是相對比較進步的 那這個是需要慢慢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 回到這一開始我講說 在那一發中 有很多跟想法 然後就是 從事這兩天的情侶 但其實大家都會選 都會變 也同時有一個 剛好有一個狀況是說 大型的抗爭之後 都有所謂的分裂這件事情 就是組織者 他會真的去創自己新的社團 或是原本在一起工作 一起做事的人 他沒有辦法 因為路線磨合 或是因為想法差異 他沒有辦法進去 同樣待在同一個環境的工作 那 昨天晚上我們在跟 就是 幾個朋友 我們在就是喝酒 就先講 然後 就是有什麼問題啊 然後有味啊 然後有幾個學長 學長幾個朋友 然後剛好就是 有一首歌 然後一聽到就播了 然後播完之後 學長是誰 反正是兩個東西 早一開始哭了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因為他覺得 他只是突然有感而發覺得 這首歌之後 好像大家都不一樣 就是以前我們可能 一起做 做這種事情 可是現在我們沒有辦法 好想說 甚至我們都沒有辦法 像以前那樣那麼簽定 但其實對我來講 我們會覺得 也許現在 每個人在不同的位置上 可是只要十年之後 我們還有辦法 一起坐下來好好喝酒 然後一起好好想說 那我們 我們 我們表情一樣的 那就夠了 對 就是我的一點點會 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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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小心遠的 回去 回去看過去十年 確實這個社會是 包括公民意識 其實是有蠻多的見諾 這當然很多的努力 其實有蠻多的努力 包括哲勿 我覺得一場一場的一致下來 在公民意識的對方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那種小物 不斷的在往前進 那當然這個條件時候 還有太多太多都是要克服 那剛剛你和講 很多的社會面向的爭議 包括其實高中生 中小異部 哇 你看那個主流很多價值 還是說 是不是後面有人指使 前那位朋友 立委朋友 是借吳思皇 他真心相信這些人 後面是有大人的知識 草民意養的控制他們 蠻多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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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這個社會的價值 還是相當很相當好 需要很多去衝破的事情 那最後就是 我覺得知道這個 江老師的塔下政治系 蠻欣慰的 因為 除了江英華之王 還有另外一位 塔下政治系的代表 還是蠻好的 因為我自己是塔下政治系的 因為政治系 其實過去都蠻保守的 當然 這幾年可能有 有些蠻不錯的年輕的老師 我更相信 其實就是說 他的現在和想法 不是政治系 而是在整個台灣社會 是年輕的裡面 醞釀出來的 當然 剛才講到說 現在台灣對於想法 我們其實非常非常不瞭解 我覺得其實這很沒所謂 因為其實在香港 兩三年前 我已經不瞭解 大家一直知道 超糟糕 就跟他們在談一樣 可是這兩三年 因為這些事情 有更多朋友來交流 我想現在大家在香港 都有一些個了解 所以 很重要的是 這就是重大的開始 大家要支持這本書 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大家 好,那我們今天普通 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 那禮拜完還有職務 還有請大家 歡迎大家再來 好,那 那 到尾作者還是要去看一下 出路的大家就先來自編 那我們 大概在十分鐘之後 再來離開這個 就必須要離開這個 謝謝 謝謝